我发现我聊东西不用想,不用被搞,也没有稿子 从小就练就了这么个本领 就像我爸要准备揍我的时候 我一般就开始就变瞎话 爸爸,你不是和我最亲吗 我不敢了,我认错,我错了 马上我爸就说说了 我哥就不行 我哥和我的性格正好是完全两样 我哥要是挨揍了,快挨揍了 或者已经挨了揍了 我哥咬着牙不认错的 打死不认错 你打吧,打也不认错 所以我掰瞎话的能力还是很强 从小就被揍出来的 没揍出来,就没揍出来 一直不敢挨揍 于是就爱掰瞎话 慢慢的瞎话就变成真话了 比方说这个 我因为这个最甜 所以呢 我爸也很少揍我 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比较好 那我爸去哪 洗澡带着我 出去玩带着我 出个差也带着我 最甜嘛 是吧 就开了眼界 就跟开了脑子开光一样 开光了 那呀,现在想想 我们家老三 就跟我这性格很像 嘴特别甜 爸爸妈妈 哎呀,我爱你 哎呀,这个嘴甜的呀 要准备挨揍的时候呢 哎呀 那嘴更甜 看到了小时候的我 从他身上 就聊什么话题来呢 哎,这个聊这个 聊这个 这个 哎呀,今天聊 聊政治 这个政治问题 咱们不聊吧 尤其我的视频 是发微博的 就不聊了 聊聊这个 这个美国的一些 体会吧 啊 就是美国呢 我以前来过 就觉得这个 发展特别慢 雄规蹈矩 就是 社会比较 就是 就停止不前 啊 其实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工业 工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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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的这个 这个发展啊 以及这个 信息技术发展 都已经发展了 现在这个阶段 基本上就 非常稳定 那 我来的这个 美国的 是这个 美国的西部 硅谷地区 这已经算是 美国最有创新力 最具有颠覆性的 一个地方啊 但依然在这个地方 能看到的是 堵车 为啥堵车呢 因为大家到了点 都要下班回家 嗯 呃 加班的人 不是没有 像中国99中 那种方式的 少啊 创业公司 呃 没那么拼吧 不像中国那么拼啊 中国是改革 开放40年 就完成了 整个这个 西方世界的 这个几百年的 发展过程 这确实很牛逼 呃 制度上面 的优势 非常强啊 我在这里 还是觉得 中国的这个 制度优势 有厉害 就是 集中的组织 生产啊 基础建设的 这个快速发展 也与这个 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咱们体制 有好处啊 咱们体制就是 这个社会主义 公有制 这个好处 现在表现巨大啊 很多我们去越南啊 去印度啊 都看到好多地方 有贫民窟 越南也是 违章违建 特别多 就是因为它是私有产权 那第一是它的 说随便修 想怎么修怎么修 我们中国的这个城市建设 就统一规划 不能随便 不能随便乱造 知道吧 那都是 不能随便乱弄的 这是体制的优势 就美国已经稳定到了 不发展 中国呢 还是在发展 而且 稍微发展速度 降下来一点 人们有点不适应 其实没料不适应啊 正常 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这个美国 你要来对比一下 那美国为什么 特朗普搞这些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跟中美贸易战的 那没办法 也不是说中国逼他打 谁想逼他打仗啊 但是呢 实际上在 以前美国用的这种 用美元啊 就跟现在我们币圈用的 USDT这个逻辑差不多 那这个美元这个东西呢 因为全世界都在交易的时候 都要使用 尤其大宗交易 能源交易 都要用美元 但是呢 中国的进入呢 崛起呢 这个中国基本上不用美元 就可以交易 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这个 基础建设能力 所谓咱们叫基建狂魔 这个中东我们去迪拜玩的时候啊 就是好多中东的国家 都跟中国是一种 战略合作 所谓就是说 你给我油 我给你这个建设 基础建设 我把你的高楼大厦给你修完啊 我用我的生产力 就是建设能力 给你换你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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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逼的这个能源啊 中国不是缺能源吗 是吧 最后大家一算账 我这好像没有用美元进行交易 中国的外汇储备没有减少 哦 然后就直接就 把那个 这个中东的 非洲的 俄罗斯的 这些资源就全换过来了 用基础建设一带一路 这全都换过来 知道吧 很恐怖 美国是就慌了 原来这美元可以收割全世界 现在美元怎么收割呀 很费劲 收割不了 所以美国发愁了 所以说是贸易有逆差 有三千五百亿的逆差 要中国人补上 我给了两年时间 把这两千亿先补上 这不是开玩笑吗 啊 你细看这两千 三千五百亿逆差怎么算的 算来算去 核心就是 这都是美国企业 在这里给咱们 洗汗工厂 一点点的加工费啊 大量的利润都到 以苹果为例吧 苹果一台手机在这 卖一千块 一千美金 新出来的手机 那一千美金一台 给中国的加工费多少钱 五美金 开玩笑了 中国只挣五美金 还是工人们都分完了 啊 富士康的那个台资企业的 那个这个这个 郭台铭也分走了不少 分到老百姓账上就这么一点 分到地方上的没多少钱 但是 但是 他的手机卖到中国市场 卖到市场上 抢账了很大商份额 对吧 赚了多少钱啊 赚了多少外汇啊 是吧 但是美国不管 美国说的是贸易差 这些这些账 这些企业赚了钱的 到了美国赚的钱 都算是中国的贸易 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那核心就是说 那核心就是说 十大来中国的外美国美资企业 假如让他们搬回美国 他们干不干 就这么一个问题 请 请你走吧 啊 你不是贸易逆差吗 那对不起 你政府 美国政府逼着 逼着你要回美国 那你回吧 我们给你腾立法 你回呗 他回吗 他不回 他回去以后 马上了三千五百亿 比如说两年了 半年这账就平了 啊 没有逆差了 是吧 你打了打贸易战 不就是要贸易逆差吗 是吧 加别人关税 也不是要想要密查这个事 那你回去呗 你回得去吗 只有全世界 我也走了好多东南亚国家 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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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印度我也走完了 不具备这么大规模的组织生产能力 和这么大的人力 中国的这个人力不只是便宜 要说你东南亚也便宜 但是他们组织能力太差 组织不起来 因为中国国家一直是大汉 大唐大清 一直是这么一个 就是管理过几亿人口的一个 就是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 这是有管理能力 第二个呢 组织能力 第三个呢 有有有有 还是有这个 这个吃苦耐劳的能力 这个中国人民啊 所以呢 这个东南亚我看这个国家 因为生活在亚热带地区 他们天然就能摘到桃子 摘到果子 他们饿不死 不像咱们中国那么 就是地少人多那么艰苦 所以他们那边人懒 一句话懒 没别的就是懒 去越南看的 越南的男人都不干活的 都是女人干活 但是 好的活还是需要男人干的嘛 所以越南发展不起来 这个原因 越南 泰国 柬埔寨 都都懒 不是别的 你就看东南亚所有国家的首富 都是华裔知道吧 都是华人 你们像马来西亚 六百多万华人 新加坡 百分之七十五华人 印度尼西亚 接近两百多万华人 这去越南也是 有钱都是华人 各国的首富 都是华裔知道吧 华人才有这么辛苦 劳动的这种精神的传统 去了印度 印度人相信轮回 相信还有下辈子 而且他们种性质发展 就是这么发展的 尤其他在英国人留下的一套体制 造成了现在类似于香港的问题 就是富人俱富 穷人俱穷 穷人还不干活 关键事 为什么不干活呢 他有工会体制 他的工会体制 看过曹德旺那个美国工厂 那个片你们就知道 工会的整个体制 会造成底层的人 就是体制造成 底层人没法发展 因为什么呢 因为工厂 不会把自己的规模做太大 就会把工厂分裂成几十个工厂 然后美公司 不会超过太多人 不让这些下面的工人 超过多少人来组织工会 组织工会员以后 他没法干活了 但体制又是这个 资本主义体制吧 或者叫是这个 民主体制所谓的 这个体制会很麻 麻烦限制了这些国家的 快速发展崛起 但是印度因为有巨大的内需市场 印度的GDP也在增长 但是人均GDP和中国还差得很远 但是呢 我还那句话 就是中国已经基本在这么四十年代 消除了贫穷 消除了文盲 你再去印度看 没有 知道吧 今天聊的比较宽 我操聊到哪去了 聊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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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美之间 在全世界这个蛋糕的分时上面 这个美国以前的分个百分之七 八十 现在中国能分个四五十 美国就分二三十了 不爽了 原来用美元就可以收割嘛 因为降息升息 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金融手段 美元的这种大权地位 基本上可以控制 但是你现在去东南亚的各个国家 都是在跟中国换中国的基础建设能力 那些建设的能力 就中国人有这么大的建能力 你去非洲也是 全是中国的建筑工队 来换当地的资源 来换未来的这个资源 咱们 咱们中国其实一带一路 没有给他们多少钱 知道吧 不是给他们多少美金的 是给了他们多少的 人民币对等的这些人民币采购 中国的建设能力 来帮助那些国家发展 然后帮助那些国家 要享福先修路 修路啊 修桥啊 修铁路啊 什么的 修港口啊 帮这些国家发展了 咱们国家也就不停的从那国家可以拿交换一些资源回来 美国以前 这个通过美元就可以大量的印美元和大量的升息降息可以收购全世界 所以他他的这个制造力 制造业的这个外迁 为代价 这个这个就是产业升级为第四产业 搞服务业啊 这些东西 金融业啊 不往这个制造业发展 让全世界别的国家分工于制造业的发展 原来都OK 但是自从中国的逻辑变了以后 不用美元结算以后 造成美元的这个 就是就像我说币圈USDT 原来只要硬就行了 大家都得用 现在就竞争者了 还有Libra 这一类的在出现 这个可能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 整体来说 这个这个中美之间啊 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确实是 就没 你研究也没用 我们还那句话 是什么国籍就支持什么 支持什么 那我还是中国国籍嘛 是吧 我们大量的来中来美国 这个学习的 这个来这下功夫的人 大家懂我这时候是吧 只要我们来这边学习 就要看到中国的优势 美国的缺点 美国的优势 中国的缺点 都要看 辩证的看 这个 我们用那个 那句话说 我们是无产主义的接班人 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对 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那个 一定要脑子里面 这个 讲明白 一个事 就是 把全世界看明白了以后 再评论 不要一味的 上来啊 支持 反对 打倒 不要这么喊 喊没用 同志们 那傻逼才那么喊呢 咱那个 真实点 你不懂 就要来学 你看我来美国以后不懂 好多事情不懂 我 这 这来了以后懂啊 我说 这是 这没办法 人的成本太贵 那 为什么 人的成本太贵 没办法 福利制度呀 整个体制就变成这样了 确实不适合制造业发展 金融业的发展呢 就是 它太虚了 啊 就是 这 唯独 硅谷这个地方 不是真正的金融业 它是数字 时代啊 就是 信息时代 啊 就是 但是 未来是什么 未来我觉得 都不是信息时代 数字时代了 那个 各个国家都会有 都会有 啊 未来拼的是什么 想象力时代 想象力时代呢 首先有个想象力思维 想象力思维呢 就是 就像我们在币圈 啊 这么点 你老觉得多大多大的 你 你别 别 别当成为一事 你知道吧 整个数字货币的市值 加在一起 两千七百多个亿 知道吧 美金 一个苹果股票 就一万亿美金了 兄弟们 你们 想想 太小了 数字货币的 想象空间 太小了 所以呢 你要想 哎 你想能想得到 就是我们现在玩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玩这个东西 是什么 啊 我们整个体系 我们局限在我们的 小的细分领域里面 就这么细分的做呢 还是要 就是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去干 就是在全世界体验体验 把各个国家的优势资源 汇集 在应该赚钱的地方赚钱 不应该赔钱的地方 就躲开 哎 就是 你知道吧 就我的逻辑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思维 就是 就是说 咱们虽然啊 是这个 一个 中国人 但是也是一个地球人 也是个世界人 所以呢 你要想发展我们 国家 行 必须学会老话 叫十一长计之一嘛 对吧 人家的长计是什么呢 就想想当年 回国 在这学成回国的那些人 为国家建设 这个这个的人 包括这个 邓小平当年 邓公送过来 送过来的这批人 留学生 来了这么多留学生 回国以后 全部什么 张朝阳啊 李彦宏啊 这批人啊 搞互联网的这批人 包括马云来看了啊 互联网这样的 回去搞阿里 包括现在的这个 美团的王兴 在美国留学回去的啊 这不说了 就是所有的中国 你看吧 点不点不上市公司 那一圈 这个 就是包括中国的 这个信息时代 这个建设者们 大部分都是留学回去的 优秀的人 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 还有一些人 就是未来时代呢 专业技术人才 一定是最专业的 就是一定是最关键的 所以呢 这个你要 虚心好学 别人说咱不行 咱就认啊 咱就确实不行 咱要 回来 学完了以后 咱比他强 就像那个 想象力是什么呢 就简单解释啊 就跟咱们农村社会差不多 就我看你 到 我去集市上 逛集市 农村的集市啊 逛集市 我看你这个 这框编的不错啊 这个 我偷你的 那他们肯定不行啊 那成了偷了 是吧 抢你的也不对吧 但我看了一下 我自己回来 照着做 我做了 我也自己做了 这也是可以的 对吧 中国人一直是 这种思想 就是说 我也不偷你的 不抢你的 我看了一眼 我回来照着抄了 做了一遍 我怎么不对了 就这种心态 所以老美不干 老美说 我那个知识产权 包括了这个形象 包括了这个设计的idea 都不能抄 这东西只要我做了 你不能做 这就有点为难 为难中国人了 中国人这种农村思想 一直变化不了 毕竟咱们在农民 到现在才40年 所以说 这需要时间 需要沟通 好吧 所以你不让我 咱们合作嘛 中外合资嘛 对吧 合资 搞一汽的大众啊 一汽的丰田啊 一汽的这个 一汽那个 这个广汽的什么什么 车是这样的 手机也这样 是什么行业都这样 怎么就 怎么搞 最终有一天 你们发现 中国的这个 最牛逼的 还是中国的这种创造 想象力 创造 创造力 我们创造出一些 新的模式来 你知道吧 新的东西来 新的世界来 就像我们做ABDC这个东西啊 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 完全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干出来你们再看 就是我拼的一定是想象力 我拼的一定不是说 大家已经做完了 或者已经做过了 我做的一定是别人不做的 你才能有生存的空间 来美国你干什么呢 就是看美国有什么新的东西 但这东西呢 不适合中国 我们改一改 改一个适合咱中国的 中国市场多大呀 美国市场也大啊 当然美国市场也有很多钱的 有钱的 就是这个世界 谁也离不了谁 我们呢 就相当于两口子 就跟我媳妇 现在就跟我吵架 过一会儿 我觉得给他道个歉啊 然后呢 哄一哄是吧 是吧 然后呢 过两天他就说 老公其实是我错了 对吧 谁也离不了谁 中美之间没有敌对关系 一定是朋友关系 或者是这个夫妻关系 那个谁都离不了谁 当年不是真的不是美国人 那么多钱砸过来 给了中国这么多支持 包括日本战后 那些重建 其实也是美国给的钱 美国给的钱 扶持了日本 日本又把钱 大量的支持了中国 就是当年的这些 包括留学生这一批啊 希望中国 怎么怎么样 这个发展起来 美国其实 他想从中国身上赚钱 也通过 同时也培养了中国 是吧 中国呢 学了美国 也把中国自己发展了 大家谁也离不了谁 为什么 我们习大大 就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呢 在历史上一定会划上一笔 我认为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个中国正好赶上了前40年的发展 到了一个阶段了 这个时候中国人就是没自信 没自信的中国人们 这习大大这么一弄 大家有信心了 是吧 像我这个 好多人来美国拿绿卡 以后就转美国国籍了 我就不转 我拿绿卡是绿卡 我可以在这里学习 长期在这里待着学习 孩子们培养下一代 教育下一代 是吧 但是你让我这改国籍 改不了 那我父母也不干呀 是吧 网友们也不干呀 是不是 网友们 不能说 美帝国主义把我评价成 是吧 是吧 所以说 这个时候民主自豪感就来了 哇 我跟你说 去东南亚 我就明确的感觉 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 曾经是一个 就是大国 帝国 就是没有那种帝国的情怀 他们就去柬埔寨呀 什么泰国 都是小富基安的小国家 知道吧 一个地方的一个小诸侯那种感觉 他就是过得不错就行了 尤其越南 越南以前就是中国歌出去不要的一片南越 去韩国节目 就是朝鲜那些地方 你去看也差不多 就是他们是一种一种帝国的藩属国那种感觉 他没有像民族复兴 伟大复兴 没有这种想法 只有中国人有这种伟大复兴 民族崛起 中国崛起这种 这种帝国情怀 这就是在这个中亚地区或者叫西亚地区 有这个土耳其 这么一个所谓 有这种情怀 确实有 他们也有 其实伊朗也有这种情怀 毕竟曾经是一个帝国 奥斯曼帝国 这个波斯帝国 就是曾经有民族自豪感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 所以美国折腾一圈 普尔其灭不掉 伊朗灭不掉 一个道理嘛 其实制造局部的混乱 然后就是通过强大的军事来贩卖美元的霸权 这传统的逻辑 这些原来都行得通 对付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 阿富汗 等等等等 都OK 但是 对付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巨大的一个中华这个帝国的话 确实有点难度 因为你要细看东南亚这些国家 其实都是中国的这种 不能说中国华人都抢占的这种文物 这种中国这种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处须啊伸到了全世界了 现在已经知道吧 包括美国 你看我就是 我党拍来的 开玩笑 我连党员都不算 我这 从小就有一个中国心吧 我们一直是 这种心态 就是 我们 在中国 那么竞争激烈 那么多人 我就说了 一千七百 一千五百万个岗位 但是我们八百万人去竞争 我在国内 我连学历都没有 文匹都没有 按照中国的那个条件下 我混都混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呢 就都南亚了 很多人就去美国 加拿大了 对吧 澳大利亚了 所以说你要去澳大利亚看 那哪是澳大利亚呀 这就跟中国没区别 中国人为 中国唯一牛逼的是什么呢 人 就是人多 而且这些人 还有个特色 有钱 全世界各地的去 去完了全世界各地以后呢 又连接中国大陆 枢纽这个资源 连同一切 我就算举个例子 我去了欧洲 我也不会陌生 去了欧洲 也一帮朋友 都是这个中国人 去了澳大利亚也一样 加拿大也一样 去了 哪不是吧 我问你 就算去了冰岛 就算去了冰岛 在大街上旅游的全中国人 非洲全是中国人 你看看 哪不是全世界 不是中国人 对吧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呢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正在鼓励大家出门 鼓励大家出去 你们去 去吧 你们这本来就是过剩的产能 你们去吧 欢迎 全世界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美国其实特别欢迎我们这种 带着资源 带着钱 来美国的 其实他想 想来想去各国家 没办法 经过自己国家 淡尽良绝 还全得靠 中国人赚了钱的中国人出来 就是帮忙建设 一起建设 我们中国人 现在已经不是在建设咱们 中国了 中国人现在从这个 这个就是 2019年 我尤其感觉 国庆期间 我感觉 哎呀 咱们的目标就是全世界啊 啊 就是你你你你们不知道这国庆节发生了什么事 国庆节在那个美国这个 所有电影院 我反正我住的周边的电影院 有十几个电影院都在播 my people my country 我和我的祖国 知道吧 我和我的祖国 中文版的 那我进去以后 我天哪 我那天晚上买第一天去买票 国庆那天去买票 买不到票 第二天排了个晚上九点的票 进去以后 全中国人 国歌想起的时候 哇 天哪一堆人可能 心里都唱了国歌你知道吧 有的人唱出来了 有的人热泪盈眶的 哇 啊那个场面啊在美国在硅谷在这个AMC的电影院里面AMC的电影院是王建里买的你知道吗 游逼吧 啊 这美国最大的这种电影院线AMC王建里买的游逼吧 就这每个电影院都放的是我的我和我的祖国来了就现场有有一个老印印度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买错票了还是怎么回事也坐在这里坐在第一排我就看着他中间好像是睡着了然后他纳闷的看着 哟这是怎么好像怎么都是中国人怎么说的猪文字然后这帮人怎么热烈以狂这帮人好像动脂昂扬他妈的这中国人占领美国了 哈 哈哈 这这这这这这挂就 这妈的美国怎么都是中国人 呃 这个其实那个在硅谷那个当然我们都是少数族裔知道吧我们是很少数的主義在整个中国人占美国的1.5%的比例啊 就但是华人占大约2%的比例啊 给大家聊这个话题 就是中国人多呀 为什么就是现在没办法 每年来那么多人了 人来太多了 来了这些人 好多这个去就跟咱们中国人去了 全世界各地人 全世界各地都扎根发芽了 你看那温州人在那个西班牙 多么牛逼啊 把整个西班牙港口的所有的对内 对外贸易的全部的业务 全垄断完了 都不敢看了 以前这个这个意大利 你再去意大利看看 那温州人把意大利全部的服装品牌 大品牌小品牌全买了 那些奢侈品 除了那几个奢侈品以外 剩下了大部分多中国人的操盘 很恐怖 就是这这这这这这 这已经会赢 这就是唯一的 我就我说的中国人唯一的办法 让世界人不生气的办法 就是你的下一代和那个外国人的下一代结婚 但中国人没这个习惯 他自己的儿子可以娶老外 但自己的闺女不愿意嫁给老外 这怎么办呢 同婚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大家就共荣了嘛 对吧 但中国人不乐意啊 取人家的行 嫁人家不行 嫁人家有钱的行 嫁穷人不行 所以中国人太累什么了 聊完这个视频 我都觉得他妈在发表了以后 他们会被删了 被删了很正常 我这说咱子就散了 无求所谓了 本来聊这个闭圈的事 聊着聊着聊到这来了 反正中国人挺牛逼的 我也说开了光了 全世界转转 看看这 中国人哪 去哪都发现 会中文和不会中文差距太大了 就连我们这个学校 小学 我女儿在这上学嘛 我小学 好多孩子想学中文 他们要求我女儿说中文给他们 他们都老外 就我们其实我们在这 我们是老外 你知道吧 我们老外 然后别人 别人看我们才是老外 但我们这个就感觉 来了就是自己的自己家 来了就是自己人 你知道吧 一点都不 不觉得自己是外人 你知道吧 主要也不愿我们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他就 他自己就是外来族 这个原来印第安人 他是本地人 剩下都是外国人 你知道吧 但印第安人也灭差不多了 保留预留地里面 还留着几个 拉子维加斯 有些印第安人的自留地 剩下的全部被挖完了 不能说太多了 太多了 我国际 我的片都 我的片都发布不了 这如果录过最长的片 三十分钟 卧槽 行了 聊到这儿了 以后你们把我 这个跟别人 跟你们扯淡聊天的一些东西 素材 你们好好的 跟别人扯淡聊天的时候 用用 引用引用 就跟我说的这个 我这个引用 我说的这段子呢 它这个大部分是有事实依据的 这个 也是别人反复的研究过以后 说过的段子 我再跟你们说 你们随便引用 因为我大部分说的段子 不是我自创的 也是大家一起扯淡聊天的 就身边一定要有这帮一帮朋友 天天扯淡聊天 扯淡聊天 就能扯出好多好多的段子来 币圈的事 咱们在币圈认识 交成朋友 就行了 咱们要走的是更大的圈 这个社会的整个大舞台呢 很大 我们相忘于江湖吧 同志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